拜習會還強調說呢 會跟台灣談到談些什麼 這就很不容易的一個進展了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呢 美國的這個國安顧問呢 已經公開說了 拜習會談的內容 一定會跟我們台灣做一個匯報 就是說事實上也不是這一次啦 以前每一次 他們兩個到底談的什麼 不管他的總統 美國總統是川普啦 還是拜登 他們一定會把跟中共的 相關的領導人所談的談話 內容跟我們說嘛 為什麼 因為台灣跟美國是很好的盟友 只是沒有邦交關係這樣而已 所以你們要談什麼 尤其跟台灣這個關係 有關係的 一定要告知台灣嘛 那這次事實上是這個拜習會 拜登上任以後 第一次面對面 之前都是視訊 之前都用視訊嘛 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這一次呢 那麼面對面 那麼拜登這個一定會談到 有關於台灣的議題 包括安全的議題啦 那他們有說 這次雖然到目前為止 沒有特別去提到台灣的 有關於 那美國到底對台灣的防衛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但他說 拜登的習慣是 他不會在事先的 在談判之前 在談見面之前 就先把底牌亮出來 他不喜歡做這種事 因為他是政壇的老狐狸啊 所以他知道 我絕不會讓你知道我的底線跟底牌是什麼 所以他不會對中國做出根本性的讓步 從這次選舉 你可以發現喔 不管民主黨勝還是共和黨勝 兩個黨 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對中國不能讓步 誰對中國讓步對不對 那你的選情一定低迷 一定很慘喔 所以這個部分 那麼到底雙方的紅線在什麼地方 彼此之間都會有一個 畫 趴來看的地方就對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密切注意 我們密切注意雙方 因為談的畢竟 你兩個大列強在談事情喔 那台灣夾在中間啊 那我們之間的這個相關的未來 不能讓你們兩個自己私相授受啊 所以我們還是要非常注意 那除此之外還要記得記得什麼呢 習近平他現在邁向了中共第三任 這個所謂的習皇帝的任期啊 他除了中共國家主席跟這個總書記 跟軍委主席之外 他自己自創的一個名詞 我們要注意他新的頭銜 這個頭銜叫軍委廉址總指揮官 什麼叫做軍委 很有北韓的feel 沒有錯 看到大將軍 金大將軍的那個feel了吧 感覺上就是說 好像就是做騎個白馬 像那個金正恩一樣騎個白馬對不對 長白山 然後呢 我的這個指揮大一函 衝完那種感覺嘛 對不對 事實上呢 軍委會聯合指揮總部的總指揮官 那什麼意思 其實啊 這就是習近平的故弄玄虛 就全力欲望了 他之前在閱兵的時候 曾經用這個麥克風講了一句話 黨指向哪裡 他還把手伸出來 黨指向哪裡 你們就給我打到哪裡 就這個意思 總指揮官就是我說了算 所以你看喔 任何不聽他話的這個相關的軍委會的副主席 其實他全部換掉 然後換上他的心腹 所以就算破格把這個資歷不夠 威望不足的人 那著身也沒關係 只要是忠於我習近平的人 事實上 美國 日本 印度 澳洲這些國家對不對 包括軍演啊 那麼為了對抗這個北京 越來越離譜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動作對不對 他們把自己本來都在印度洋附近的演習 改到了這個太平洋來 移視到東太平洋來 那麼歐洲的這個歐盟的外長公開表示 要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度 為什麼 因為最近發現德國總理 他們這些人又在又靠攏中國 雖然是經濟上 事實上一定會影響到 那個所謂的軍事跟政治上面的 所以才會特別強調 那美國跟日本的力艦軍演 兩年一次 日本最近都特別針對這個離島作戰 所以包括這種最新型的 這個MCA的 MCV的這個戰鬥車 有點像是我們類似這種雲豹啦 兩棲啦 都登陸樂種那個裝甲車 也都出動了 宇諾國島的部分呢 其實宇諾國島的部分呢 那包括雷達 包括這個等於電監設備 現在日本決定 以前已經談了三四年了 但是這次決定 再把他們12-4的反艦飛彈 把它從這個射程200公里 變成一開始 直接提升到1200公里之外 他正式決定向美國購買 這個戰斧巡域飛彈 我們大家看波斯灣戰爭 都有那個飛彈就射來射去 對不對 戰斧巡域飛彈 美國只向英國這些重要盟友賣過而已 日本講了很久 這個戰斧巡域飛彈最重要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他可以從船可以從很多地方潛艇哪裡發射 直接是攻打到陸地上面的目標 那日本這次他們馬上要修改憲法 所以他自己防禦為名 防禦為名 變更法條 所以他就可以變更 就可以攻打陸地上的目標 那包括海馬斯火箭彈 這次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可以讓我們看到 海馬斯火箭彈真的很有用 我們台灣現在已經加購到28套的海馬斯火箭彈 還有魚鷹的旋轉機也會亮相就對了 所以現在事實上 美國日本還有東南亞還有歐洲 大家所共同一致 共同的敵人就是中國